小妹妹 所以我就說 這事情是這樣的 嗨你們好 小妹妹你好 你們在幹什麼 我啊想請她出來幫我做事 但我啊 就是想蹲在家裡 不想出去 你們在說什麼啊 你們看看她一副搞不懂的樣子 哎呀我這樣說吧小妹妹 我們呢是剪年藕 是用鐵絲、灰泥和陶片製作的藝術品 像你看到的 我們通常會待在老房子或廟宇的一些位置上 會被擺設在廟宇和宅地上做裝飾品喔 而這就是我們的舞台 大家聚在一起演出一個戲碼 像我們演的就是三國演藝裡三顧茅廬的故事 所以說 我還沒說完 小女孩 你一個人也能玩得很快樂嗎 你是誰 我是水 我是麒麟 是中國古代傳說的神獸之一 麒麟是什麼呢 就是祥瑞的象征 而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這個造壁 在建築學上有阻擋邪下的功能 那為什麼偉大的麒麟我會在這裡呢 因為這池塘的家族曾經出過醬醬有公民的歷史 所以我才站在這家人的造壁 來彰顯這個家族不凡的歷史 至於我是怎麼造成的 那就是喬醬工匠 用一種叫堆毀的技法 慢慢把我做出來的 你先來看看我 是多麼華麗 多麼漂亮 多麼神器 好 人咧 人咧 人咧就走不去了啦 好 超懶貌 有男人 哈哈 小女孩 看了這麼多東西 有什麼收獲嗎 你剛剛逛的這座陳德心堂 它是2014年文化古蹟保存獎的得主 也是一家幼兒園 每天都有像你這樣的小孩子 在這裡課書和玩耍喔 孩子快回家吧 陈德新唐的华丽艺术世界 会永远欢迎你的到来哦 拜拜